Alan 和Bobby 同一個地點出發跑 Alan 向東面 以 constant speed 而Bobby 向北面 一樣以 constant speed 去跑 兩個速度不同 Alan 比Bobby 慢 1.2m per second 而當他跑了3分鐘後 就已經是雙方1080米 就問他兩個人的速度是多少 但我們如何考慮呢? Alan 向東面考 xm per second 所以在這個3分鐘後 他跑了180秒 所以距離是180乘 x 3分鐘即是180秒 而Bobby 因為他比Alan 比速度快 所以Bobby 的速度是 x 加 1.2m per second 所以距離是 180乘 x 加 1.2m per second 再說一次,3分鐘即是180秒 所以他乘 x 加 1.2m per second 所以經過兩個人的速度 3分鐘後,距離是1080米 其實你可以看到 用直角三角形的不時定理 就可以設定了 所以我們把Horizontal 的線 180x 加 1.2m per second 再加上垂直的那條線 180乘 x 加 1.2m per second 就等於斜線 1080m per second 用不時定理 然後你如何做呢? 我建議你先把1080m per second 2m per second 先把數字弄小 然後拆開好 小心點,這裡是 x² 加 2.4m per second 加 1.44m per second 不要直接把 2.4m per second 所以把36度拆開來減減後 這樣就變成這個色 這個沒有分的 因為這些不是整數 而且還沒有選擇 所以這條沒有分的 簡單一點 你看到小數點有兩個位置 就全式成100 先把小數移除掉 然後全式除掉8 拆開25x² 加 30 x-43 等於0 去到這一行才有分 因為這是 standard form 那三個數字 A,B,C 都沒有了 common factor 這一行才有分 OK 然後Factorize 或者用 Hordetic formula也可以 x 除掉18 over 5 或者-24 over 5 那麼速度就不會負數 那這要reject 因為說明是向東面 OK 所以x可以加一次正數 那你算到x是18 over 5 那就是3.6 那你要答Alan 是3.6m per second Alan 就是3.6加1.2 就是4.8m per second 記得加回答 問了兩個 記得兩個都要回答